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8月17日 想跟大家講一下財經新聞的解讀 第一個就是想講這條片下面一個聲明 聲明有三個連結 第一個就是連結去WhatsApp群組 容許我單向跟大家發布訊息 第二個就是Bang軟件群組 容許網友在Bang軟件裏面互相討論 但又不會違反私隱條例 第三個就是連結去一個叫做Capital Corner 有我和Herman Sir說一下期權、港股和美股 第一個想講的就是每個星期五 中原就會公佈它那個城市領先指數 這個星期終於跌破了140點 只有139點多 就是算叫做終於跌穿 叫做整數位 上次設立之前最低的位是142.05 那穿了之後我都會講 通常破底之後通常都會走到10% 或者是20%左右 就是10、15、20這些 就是不知底下是多少 就是向下的走的幅度 就是的機率 就遠遠比跌完 向上為高 就算是9月份再減息 都未必會對那個樓宇的市況 會是好 雖然現在有很多人說 是那個市況會是好 那昨天有一件事都是幾大 就是有發展商準備去追差價 那個差價是怎樣追法呢 就是除了 因為它那層樓 撻了訂 發展商第一時間 就是去賣那層樓 賣了 那個差價就相差50萬 除了要追這個差價50萬之外 其他所有的洗費 包括律師費 包括管理費 包括利息支出 全部要計下去 那就是說 那個追的差價 就可能是去到七八十萬 那就是這個 我的看法是怎樣呢 其實 所有的商業活動 資本主義也好 商業活動也好 其實都是取決一個叫做信任 那個信任就是 你會不會履行那個合同 你不要看 你簽個名字 那麼簡單的事 其實你背後是背了一些責任 那我只可以說 發展商不追你就是人情 追你就是道理 因為它是一間公司 它不只是說我自己不追你 那它背後的股東 我投了它 我層樓你賣了給人家 人家不供你就由得它 那是些什麼問題呢 會令到那些股東就覺得 你沒有盡力去確保我的錢 有這樣的回報 那可能有些人就會不同意 就說發展商以前都賺這麼多了 你是不是應該要去放人 我覺得是兩回事 因為合約精神是一定要遵守 每一個人是要 我經常都講 為自己的投資行為去負責 不可以輸打贏要 那你贏了你是不是跟發展商分 不是的 贏了就代代平安 就說自己是樓神 不可以的 就算你不是跟發展商買 你跟二手市場去買 那賣了給你的 難道又可以隨時見到樓市升 隨時又可以取消交易 不跟你交易嗎 不會 所以為什麼商業活動 那個信任就是最重要 那大家又想講一個故事 為什麼非洲那些黑皮膚的人 是他們那個商業是沒有那麼好呢 其實跟他曾經經歷過 他們有些反壞黑路 就非常之有關係 在二三百年前 有很多非洲人是給他的同伴 就騙了 就帶了去美洲那邊做苦工 就當了他是好似寵物那樣去做 那令到非洲人對人的信任就是沒有 那你沒有信任的時候 你怎樣做生意呢 其實這件事在中國 在內地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 都是出現這樣的問題 就是兩個商家做交易 我給錢給你 給了訂你 你會不會交到貨給我呢 我交到貨給你了 你會不會找到尾數呢 他們大家都會很害怕 尤其是由國營 轉了去有些人部分下海 變成做民營 這個信任大家都沒有 所以為什麼你會看到 在阿里巴巴巴那裡 會做得成功呢 就是因為他先頭都是想做一個 叫做中介轉介的角色 沒有想過去做一個 你的錢放在我那裡 那就等幾天 如果那個賣家覺得質量沒問題 他就會去放款 讓雙方說我有個第三者可以做到 其實接近是律師的角色 即是放一筆錢在第三方那裡 當大家覺得沒問題了 那就可以去放款 避免了那個賴債 這就是阿里巴巴為了促成成交 和看到市場上面有這個痛點的時候 會出現這件事 這就是每一件事都是建基於信任 在西方的法律裡面 合同法就非常之重要 合同法就講明你有五個元素 有offer 有acceptance 即你有一個邀約 你有一個接受那個邀約 即那個接收 跟著還要有consideration 即那個叫做代價 即一元都是consideration 那些law of contract經常都講 跟著就說那個remedies 即那個賠償 如果你blitch of contract 即是你違約的時候 你做些甚麼的賠償 那這個就是最基本的 一個合同的要素在這裡 整個law of contract 就是講一些很多的案例 和剛才的那些元素 那就是講一件事 你簽份合同 你那個代價是多少 代價就是那個買賣價 跟著那個賠償 人家都寫到明給你看 要賠償的就要追差價 賠償的就所有牽涉到的損失都要去負擔 那去到追討的時候 就算你說打官司 有些事不同意 那個官司極其量去判 就說那個賣方是要盡力去減少它的損失 即是不可以開天殺價 所以為何它要很短時間之內 去賣你的單位出來 就是因為它要證明到給那個法官聽 它已經盡力去減少它的損失 這個就是講一個叫合約精神 所以有這件事的時候 有機會是會影響到那個賣樓的氣氛 這個就是看到的情形 最近也有一個舖在中環的 就是泛海大廈那裡 它那個舖就是比高峰期便宜了60% 2014年最高峰是300萬月租 現在是120萬月租 那個舖合共有19000平方尺 是兩層的複式舖 所以你看到那個叫做零售市場 是跟十年前比是相差很大 另外你又看到澳門金沙的中期業績 就是急升近2.1倍 那個收入比上年多了22.7% 尤其是那個餐飲升了三成 那個娛樂場就升了24.8% 這個最重頭其實那些餐飲 因為我朋友在永里那裡做這些 那些餐飲其實就是做形象的 因為它大部分那些 永里皇宮裡面那些西餐也好 中餐也好 自助餐也好 那個品質非常之高 西餐和中餐都是拿米芝蓮的 那他就說他們那麽高的品質 其實都未必有錢賺 那賺最多的都是在那個娛樂場那裡 即是玩賭錢那裡 它就升了25%左右 客房就升了16.3% 那你說那些什麽會議 杜倫零售 炒賣都不夠一億 就升了38.2% 那這些其實都是做一個點綴的 那最重要的一個主賽 就是在娛樂場那裡做Gaming 因為你去參與賭 那基本上大部分的錢 你對賭都是輸給賭場的 那這個就是講香港和澳門 澳門那個經濟是比香港好很多 那又看回到一件事就是那個過夜 即是那些叫做在香港住去過夜 是比上年是跌了27% 即是上年同期過夜的遊客 是花7400元一天的一晚的 現在只收得5400元是少了2000元 那所以你會見到 香港為何零售就是這麽慘 還有你又會看到香港現在 即是晚上夜市是越來越差的 那是一個叫做惡性循環 那你夜市差 那我的遊客 我都沒有在晚上去做消費 整天都趕收工 那這個又是雞和雞蛋問題 那有網友都說 在我的YouTube下面留言說 沒有香港是要經歷一個叫做 重大的手術 重大的調整 去做這個叫做裂盤 即是要重新 即是不要想著再頂住樓 有得它一條調整到底 沒有問題的 即是如果大家 香港的市民覺得 是要做一個重大的手術 那如果你願意 負擔一個這麽重大的調整 就重大的調整 這個就是現實 這個世界 沒有人可以阻擋到一些大的趨勢 有些朋友就在群組那裏 就經常說 你們那些人經常想著回大陸去消費 香港就快死了 你們這樣做又怎樣怎樣 我覺得人就是這麽有趣 每一做一個決定 是以為自己的利益為最大依歸 它選擇了用腳投票 便用腳投票 最後來香港要走什麽路 便由它走那樣路 是沒有得去呼籲 沒有得去講 因為第一件事已經是成了形 第二個我想講的 就是講一些叫做電商 電商 前兩天有兩家都公佈了業績 一家是阿里巴巴 一家是京東 京東公佈了業績之後 股價就上去了 其實整個中國電商的市場佔有率 阿里巴巴就是淘寶加天貓 就差不多佔了42% 即是在2023年的市場佔有率 佔了42% 京東就是它的一半 只有21% 拼多多這幾年 搶搶都很快 是有20% 抖音就有11.4% 快手就是5.1% 加起來 就五大的電商 已經是壟斷了整個市場 那你又會看到 即是如果講經營日利來講 拼多多是比阿里巴巴為高 即是同樣做過生意的時候 拼多多的毛利就是比阿里巴巴高 大家在十幾年前開始做電商的時候 阿里巴巴跟京東走的路線是不同的 阿里巴巴就是走一個叫做中介的角色 還有它就是做一些叫做business matching 即是說B2C為主去起家 即是我做一個平台 你們走去做買賣去起家 京東就不是 京東就是想著我是用物流 因為他想著解決的痛點就是我怎樣去改善 將那些貨物送到去給客戶 即劉強東和馬雲 大家看的重點不一樣 馬雲的就是講一個消費的體驗 令到那些人可以做到 例如2C 是一個買賣去一個business matching 跟著再做多一些 好像剛才說的 就是一些交易裡面 即是在那個人貨場 其實在講所有這些電商 都是講人貨場 人就是怎樣去引流 貨場就是怎樣去把那件貨 你B2B也好 B2C也好 C2C也好 C2B也好 是怎樣去做一些 shortcut 就給到那些貨的最終客戶 跟著那個牆場就是講 你的現金流 信息流 和物流 阿里巴巴就是在那個信息流 和現金流那裡就花了很多功夫 那反過來 京東就在那個物流裡面 就花了很多功夫 那所以為什麼 京東在那個物流裡面 是之前就有優勢呢 就是這樣 還有呢 京東有很多東西 是他們的叫做自營 即是它是會 不是只是去做一個平台 去做一個買賣 反過來 它是買了批貨來 坐貨去賣給那些客戶 那這個是兩個有不同的優勢 那拼多多就以前的老闆 其實就是在阿里巴巴 那他提出可能要再做多一些 比較低端一點的東西 那阿里巴巴就不聽了 那他自己就出來做了拼多多 那搶了很多的生意 那抖音和快手就是用一些叫做短視頻 去引客 引客跟著就做一些叫做直播帶貨 去做一個銷售 那這個是一個近六七年才流行的東西 所以整個市場 中國的電商市場就是這樣形成的 那再想說回內地的失業率 現在內地的失業率 最近公佈是去到17.1% 尤其是十六至二十四歲 那個失業率是很高 那這個其實是幾大的問題 但是中國都是需要一段時間去 recover 如果不是就都幾麻煩 整個世界的市場就是會一年的交易額 就是這麼多 跟著因為中美脫歐 都說經濟不景 那個交易額也都是下降 那中國有自己的盟友 美國有自己的盟友的時候 那那個令到那個做的生意額少了 那又是需要一個過程去調整 去適應 那都是說回那句說話 就是過去那幾十年 就是大家就是在一個叫做分九必合的階段 現在今天就由分九必合 就變成合九必分 那之前也有一個網台就說 他說以前有一個中國的經濟學家就說 凡是跟美國的國家關係好的時候 那個經濟就好了 那你說你看一下 在七幾七九年乒乓波外交之後 中國就很好 那大家要看回那段的時候 中國對美國是沒有威脅的 這是第一 第二美國是需要擴大它的市場 美國是需要找一些廉價勞工 就是等同好像香港那樣 八十年代香港人工貴了 找到內地可以人工便宜 土地便宜 幫它做加工的時候 就將一些生意判給它做 就是每一個人都會是這樣 就是將一些厭惡性 重複性的工作 工廠的工作 低端的低增值的工作 就擺了一些窮的地方 便宜的地方 這個是一個必然的現象 自己做一些高增值 高利潤的事情 你上網很容易搜尋得到 即是一部手機做代工的 你便賺那麼少錢 因為你是做代工 大部分就是在研發 在專利 在市場賺錢 手機也是這樣 就算是Nike 即是做品牌也是這樣 如果我做Marketing 請代言去做研發 就是賺那麼多錢 你做工廠的 就是賺這樣的這個數 因為人家是擁有一個IP 擁有一個品牌 那個品牌便就是值這件事 即是講來講去講 最擅長的兩個企業 即是最擅長的企業 就是賺一些叫做定遊戲規則 定標準的錢 給他差一點點 就是賺一些叫做IP的錢 那最近就昨天 發展局局長 又提這個明日大禹 那他就說 現在經過調整的造價 就是5800億 那其實現在香港的庫房 剩下6000多億 那過多一兩年 應該是會低過5000億的 那有沒有錢 去做這個這麼大型的項目 那這個我就抱問好了 這個是第一 第二 北部都匯區都未搞定 現在北部都匯區 我覺得是在做一個叫做博弈的 那政府就很想主導整個北部都匯區的發展 那所以他們就不惜用錢 就收那些發展商的地 或者是那些鄉新的地 那用一個價錢去收 收了之後就自行去發展 就給科學員 或者政府相關指定的機構去發展 但是反過來 那些屯區 可能有些是發展商 有些是鄉新 他就希望靠自己 就是我有這塊地 跟政府談一個便宜一點的保地價 我自己去找發展 因為自己都聽到有時候 就是說有些發展商 已經去找內地一些企業 央企、國企 或者一些大民間的科創公司 就去合作去發展 因為他才知道一個產業員 真真正正怎樣去營運運運作 這件事最合適是他的 那反過來 政府主導的科學員 那你看到就是一些 洪無黎加碩士 那就沒有一些很好的產出出來 那其實我是贊成是民營的 就是世界上經常都是這樣的 很多民營的東西 是做得出來 是會給政府是好 就是最簡單 同一塊地 你拿出來去做拍賣 那那個發展商 就會是為這塊地 量身訂組去劃積 因為他要適應市場 他要賣給別人 一定要起到一樣東西的產品 是最好的 那反過來 官方不是了 我便用最簡單 因為房屋處 我們有些什麼和諧聲 什麼標準模組 無論你什麼地盤 我都是這樣做 只不過我怎樣延伸下去做 那完全沒有創意 那你那個積費又不會便宜 就是那個差別 我經常都會舉一個例子 那個例子就是尖沙咀的文化館 叫做結構工程師 他說這一個滑板的設計 他覺得是很好 因為建築難度非常高 那在我自己看 這個建築物是非常醜怪 沒有利用到那個 那麼漂亮的叫做維多利亞港的海景 就是在我的判斷 有限的審美眼光 我覺得它是不合格的 為什麼說來個召劇院 它會這麼有特色 有名牌獲獎 又美麗又有海景 我心想如果這一個建築物 如果是給私人 是給一些著名的有名的職師去畫職 我想那個樣子是會漂亮很多 那大家每一個叫專業 所看的東西不同 那建築師看的東西 就是講那件東西漂亮不漂亮 那你那個結構工程師 就可能是看他那個 建築那個力學的難度 那如果是做物料的 我就會在焦點在那個物料那裡 這個物料有多麼先進 就是大家看的東西不同 我之前都跟朋友聊過 有些人是做物料的 做衣服的 就說這些物料最重要 做設計師的那些 款式是最重要 有些就講實用性是最重要 每一個人的成長 或者教育的著重點不同 可能在發展商裡面 就覺得那個實用率是最重要 在那個物業管理裡面 就覺得以後的維修保養是最重要 每一個人看的重點不一樣 那一塊這麼漂亮的地 我覺得是比政府是糟蹋的 你說民營和私營 那很多時候私營一定是會比民營是好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一些議員 其實原來他們除了知高薪之外 他們都有時會找外面提供服務 有時是個別提供服務 好像張宇人那樣 有些議題就請外面幫忙 不用十萬元 那有些就是恆常 即恆常每個月都要給 譬如陳健波 每個月給九萬元去外判找人 朱國強、易志明、上海龍、黃錦輝、邵家輝 那些外面去找人三萬元以上 那這些我覺得有時很多事情就是這樣 有些事情是不是應該自己 和他們的助手是可以做 因為除了他之外 他自己都有助理 那是不是這麼要恆常 還要找外面去做 香港就是一個這麼奇怪的地方 我經常都質疑 是不是需要這麼多的議員在這裡 有些名字其實很多我都未聽過 是不是有很多真知卓見 可以在立法會表達出來 以及是不是值這麼多錢 現在你們的議員其實是為人民服務 不是為人民服務 不是為人民服務 那你是不是應該在這麼艱難的時間 是應該要去減薪 去表示你的誠意呢 並非是好像之前去年那樣 要求去加薪 為自己去謀福祉 多過為社會去謀福祉 那這個可能有部分 又會持不同的意見 那不要緊 就是大家 市民眼睛是雪亮 都會看到問題在哪裡 今天想說就是這麼多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談一談 拜拜